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加州的电力公司三大是SE PG&E 也就是南加埃迪生太平洋电力公司和圣地亚哥的公司 加州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电力公司是LEDWP 但大部分人华人都不住在LEDWP的区域 这些公司呢它是一个privately owned entity 就是说他们是私有的 他们的最大的goal永远都是挣钱 所以说电费呢去年涨了五六次 以前呢在SE的网站上 就是南加埃迪生的网站上 还能看到涨价信息 现在他们连放都不放了 然后呢以前这三个公司呢是属于阶梯式的收费 现在他们都变成TOU TOU就是Time of Use 也就是说下午四点钟到晚是九点钟的时候 是费率最高的时候 其他的时候呢是费率比较低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时候费率最高呢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用电量最多 你想一想你工作了一天 你回家的时候 最累的时候你最需要看电视啊 各种使用电的时候 这个时候电费最贵 所以就是用电的时候 电费是最贵的 对 外面才叫TOE 我还有点像偷的意思 就一个闲音梗啊 那对啊 其实美国电力公司呢 虽然它属于公共事业嘛 但是呢它都是私人公司资本主义国家嘛 它不像中国 它全都是国有的 说白了 它需要自己赚钱 自己盈利 所以就会想尽办法 从用户的手上都把钱给啊 全部都拿过来 对 虽然说电力公司是私有的 但因为电力呢 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又有区域垄断性 所以政府呢 它是有监管的 没错 那其实电费的计算是这个样子 就是它会给出你一条公式 所以呢 其实电力公司每年能够赚的钱呢 基本上它是能够算出来的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美国的像401K 他们是很爱投资 公共事业板块嘛 就比较稳定 但话是这么说 我们知道其实电力公司 也是漏洞白出 还蛮不靠谱的 所以说呢 PG&E也就是太平洋电力公司 最出名的事迹就是 Hitley Groundwater Contamination 新克里小镇投毒事件 也就是很多人看过的 朱利尔罗伯出演的电影 Aaron Brockovich 永不妥协 讲的呢 就是这个Aaron Brockovich 告太平洋电力公司 投毒的事件 然后呢 昨天最新的新闻 PG&E呢 将因其在2020年北加野火中处理不当 面临过失杀人罪的审判 据悉该野火造成四人死亡 还有一件事情特别奇葩 就是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 CPUC向南加爱迪生 SCE 发出了450万美元的罚款 原因是因为其公司在2018年 发生一场事故 导致人员死亡 然后呢 我们还要想 那这些公司被罚这些钱 他怎么出呢 就是everybody嘛 那经常呢 因为有政府 民间组织和电力公司呢 这种各种battle 各方都会想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然后也会出现一些 因乱七八糟原因 导致电力暴涨情况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好有看到 政府就在提倡安装太阳能了 是的呢 所以其实是不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才能够让政府选择支持太阳能 或者说是有别的原因吗 对 那现在政府为什么这么支持太阳能呢 最大两个原因 第一 政府觉得太阳能对于GDP的贡献非常的大 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加州政府非常支持太阳能 太阳能行业现在比传统的煤行业 创造了更多的本土工作 而且电力公司是需要政府的拨款和support的 我们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参加了Department of Energy 也就是美国能源部的一个会议 其中拜登政府是非常大力支持太阳能的 而Government Newsom的州政府也是非常支持太阳能的 所以虽然电力公司可能不是百分之百喜欢 但他们必须支持太阳能 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政府需要太阳能 太阳能让你自己能管理自己的系统 它是希望人装的 电力公司也希望你装 为什么因为它需要太阳能发的这些电 加州老旧的电网是没有办法承受越来越高的电需求的 因为你想一想加州的各种情况都在全美国的最前端 电车啊各种智能家庭设备啊 所以加州人的用电需求也是更高的 前两年的电力公司像我们之前看到 因为各种原因被政府罚了好多钱 他们老旧电网和发电设施已经对用户的供应供不应求 所以它需要有更多的发电来源 我们人类的未来是越来越需要用电的 而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建巨大的电厂 太阳能不但能保证每家每户的电使用 还能帮电网减负 现在新的收费方式呢 大家用电特别多的时候呢 又变得更贵了 我们刚说的偷电嘛 我们之前一直还跟大家说哈 美国政府是非常希望大家去使用新能源的 比如说呢 上两期我们跟Sophie聊到的这个30%的抵税啊 还有现在买新房必须要装太阳能 包括我们上一期和大家讲到的 要在4月份之前申请留在这个NEM2.0里面 全都是政府给我们的鼓励措施哈 但是我们知道嘛 安装太阳能是个非常专业的活儿 有几个雷咱们得逼一下 现在就请我们的专业人士Andy来告诉大家 安装太阳能有几个大坑是咱们不能踩的 yes 所以太阳能的坑呢 第一最大的坑就是直接报价 那不可能准的 因为你想想我们做太阳能 我们需要看屋顶看阳光看周围的树 我们会用专业的卫星照一下屋顶 我们会计算一下你屋顶每一年的受光的程度 我们才能报价 如果你不看这些东西直接报价的话 最后肯定会出问题 很多客户之后还要加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说有没有可能这是一个电力 就是一个太阳能公司 他就不看你的环境然后直接给你报价 我们是听说很多这样 但这是不对的 因为他怎么能准呢 就是骗人的 赚钱的 对吧 因为你根本不看过他的客观环境 你没有办法知道他要加多少块板 那我们也听说过有一些人是上来直接报价 应该这个公司不太专业 价格呢 听说有一些小的公司会比较便宜 那这个板呢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Sunpower是唯一一家存在时间超过 他保修时间太阳能公司 我们公司其实很大的一份业务 也是去修别的公司的板 尤其是特斯拉和Sunrun 特斯拉之前是在沃尔玛外面卖的 结果被沃尔玛告了 沃尔玛告的negligence 这个在美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就是对客户的疏忽 很多人选择那个便宜的板 觉得小公司便宜 如果政策稍有变化 小公司就很容易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一个接一个倒下去 不光说小公司了 LG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品牌 但它呢 这块就是做不下去了 再说Sunrun 它组装系统 它板不是自己的 它任何的零件都不是自己的 这个出问题修理很麻烦 那别人问特斯拉呢 特斯拉突然加钱啊 Backwater 客服的事情啊 这个从我们角度来说 这几家公司 我们之前都有合作过 没有继续合作 最大的问题就是客户安装后 满意度不太高 Sunrun Power 是性价比最高的公司 绝对不可能是最便宜的 但你想想 你花了那么多机器 买你的房子 你的板应该用美国的一级板 而且因为你不需要 去考虑维修的问题 长期算下来它是更便宜的 保修太阳能 25年 Sunrun Power是唯一一家存在时间 超过25年的太阳能公司 存在时间就有37年 而且是上市公司 唯一一家做一体化的公司 那我就要问一下了 所以Sunrun Power的这个一体化系统 就是所有东西都是自己的 就我板子也是自己的 保修是自己的 你们公司也不会外包是吗 对 Sunrun Power在太阳能产业里面 很像苹果它所有的部件是一起设计的 你看你装一个Sunrun的系统 它太阳能板是一个公司 别的零件是别的公司 那几年后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零件会比Sunpower难换很多倍 是我也听说很多人很久以前装的太阳能板 然后想要就是加电 现在不够用了又要加板 但是呢我又觉得哎呀太贵了 就说等等吧 那这样子呢你觉得是怎么评估它的 那这么来说吧 太阳能或者任何东西 它都不会变得更便宜 而且我们上两期节目也和大家分享了 再晚就会被纳入NEM3.0 到时候优惠就没有现在这么多 在4月份之前申请还可以留到2.0里面 能省不少钱 而且就像我们在周围的所有东西一样 它不会变得更便宜 物价不会变得更便宜 最好安装太阳能的时间是昨天 然后就是今天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现在很多公司在贩卖焦虑 他们claim如果你3月31号去签约的话 只有30%的几率是在NEM2.0上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的公司是非常effective的 非常有效率的 你3月31号之前申请都不会有问题 一定会在NEM2.0上 还有我们客服小姐姐report 就是很多客户找别家立马报了一个价 最后签约的时候 看完屋顶以后价格啪啪就上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像我们这样照你的屋顶 用卫星看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报价是需要时间的 这个东西急不得 然后你也知道我们公司和别家最大区别 如果你觉得贪便宜的话 这个能量是守恒的 钱在这里收回来了 总要在别的地方给花回去 那我和Solo 101的两位每次做节目 我就只有一句话早买早享受 当然包括我们Chinese LA就是我们的好视频这边 收到很多客户关于Solo 101的正面评价的 所以最后我要再去提醒大家 现在你还没有安装太阳能的客户一定要抓紧了 有兴趣的朋友们请马上联系Solo 101的团队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联系方式打到屏幕上 他们一定会为您制定更适合 以及最省钱的方案 好了同时也感谢Andy今天和我们扫忙 谢谢Andy 谢谢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